Jace陈凯穎踏入出道第三年 近日推出首张个人大碟 在开售当日就已经卖出超过一万只 销量达到今唱片数字 成绩相当不错 这日Jace为专辑举行音乐会 除了粉丝之外 陈爸爸都有到场支持 虽然Jace说已经半年没开展 有点紧张 不过在台上竞歌热舞的时候 都显得很有自信 第一次出点就获得 今唱片的好成绩 Jace当然觉得很开心 不过特别版专辑在一天内卖了 就为Jace带来一个幸福的烦恼 今唱片也是 因为我太没意识了 我未出过碟 我不知道 究竟碟是怎样计算 什么叫做好成绩 我不知道 但同事告诉我 今唱片 我就觉得 好像很开心 我看到 其实我刚才看 我未仔细看 那么值得纪念 我是很想买给一些重要的朋友 和一些合作过的班底 谁知现在 我 我苦怒了 我不知道要怎样去班底他们 今次的专辑收录了一首 Jace的新歌 他在新歌MV里面不止跳舞 还踩着Rola 非常有活力 不过这日Jace就说起 自己前排曾经因为一件事 而弄得没精神 因为我觉得自己 都算是一个挺不怕累 不怕辛苦的人 经常觉得自己很有精力 但谁知真是被这个智慧齿 是考起了我 我未试过 那个长期是很潮水 很努力 然后又很不开心 因为我很简单 我一不开心 我平时就是吃东西 就立刻开心回来 但这次摸智慧齿 原来是不可以用吃东西去解决的 我真的觉得 我很久没试过这么不开心 太无知了 我觉得建议大家有什么 就不要一次过摸四只 就分开两只两只摸 起码有一边吃到东西 Jace又说自己在状态恢复之后 就急不及待吃了很多美食 胃口已经好了 那粉丝都可以放心了